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峰这个人可是很够朋友很多哥们的 小毛 我为你有这样的好朋友 我真是 我很羡慕你 吃点东西吧 顶不住了 吃不下 老吴 你先去上班吧 这我跟风子盯着就行了 好 下班过来找你们 你甭过来了 昨天一夜没睡 好好休息休息 看这情形 后面搞不好得为分作战呢 有事打电话吧 嗯 起来吧 你和老吴回去吧 有事打电话 行 那我下班过来替你啊 老吴 这事别告诉小毛他们了 我不想再担心 行 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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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通知财务 中午之前 把小猛的二十万T上打给他 好 等等 二十万不要打在他卡上 全部换成现金 你现在就去盘 全部换现金 愚合熊掌到底选哪个 我看他现在还似乎有点犹豫 二十万在卡上 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还是一堆现金有杀伤力 我要帮他下这个决心 我明白了 胡总 胡总 刚刚大德公司打来电话通知我们 叫我们不用急着把合作细色发给他们 为什么 他们说昨天给您的那份合约程序上有问题 他们还在等程总的意见 可程总突发疾病住院了 我看这事可悬了 昨天咱们签的合约不过是个异象性草案 合作细则才是关键 这份细则要是签不下来 大德就不会把投机款打给咱们呀 胡总 晚上为实情局准备的升职晚宴还办不办 办 怎么不办 不但要办 要办得更隆重更热闹还要提高档次 好我这就去准备 那哪样是吧 可以 照给的 舍不住孩子 套不着狼啊 什么 你要辞职 对 我要辞职 院长 谢谢您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你不喜欢这个工作 不是的 我特别喜欢 那你对待遇不满你吗 也不是的 那为什么呀 其实 我辞职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可是 我没办法跟你解释清楚 那你男朋友同意吗 他同意的 他支持我这么做 陈锋他也同意你辞职 陈锋 你说锋子 他不是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叫施香猛 他是我男朋友的好朋友 陈锋他不是你的男朋友 他当然不是我男朋友啊 你怎么会认为他是我男朋友啊 谁告诉你的呀 你们现在年轻人做些事情啊 真让我们老年人不懂了 院长 我想问您个问题 是不是 陈锋说我是他女朋友 你们才录用我的呀 怎么说呢 论你的资历 离我们的要求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但是我跟陈锋的爸爸是多年老朋友了 陈锋又给我们幼儿园 捐了一笔扩建基金 那我工资这么高 也是因为他吧 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他对你呀 真是用心良苦 这是你的奖金 二十万 我是最喜欢听这种声音了 这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乐章 这些钱 你不是要买房子吗 今天是首付的最后期限呢 正好来得及呀 小梦啊 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再是北漂了 你在北京就扎下根了 你就有自己的家了 好了 赶紧把钱点完 上财务部 去把零款单签了 我叫我的司机 把你送到售楼部 好了 别再想了 过了立个村 可就没这点了啊 你就不再想想 您这么一说 我就更得辞职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也不希望 你这么着急 就做决定 说实话 当初录用你是因为长风 可是事实证明 你是非常优秀的 我非常的欣赏你 孩子们也非常的喜欢你 所以我希望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小梦啊 你是个聪明人 你是属于那种 给你一个支点 你就能把整个地球 给翘起来的那种人 现在支点 摆在你面前了 这个地球怎么翘呢 那就看你自己的了 赶快把大德的 合约细则给做好 我相信 你一定是不会 让我失望的 是不是 你也回去吧 这儿我一个人盯着就行了 我想陪着你 我求求你 你们吃一口吧 你要是病倒了 我还得再照顾你 不饿不饿 真不饿 我喂你 特好吃 我来吃一口 你干嘛呢 我在祈祷啊 到什么呀 第一 我祈求老天爷保佑你爸爸 早日康复 第二 第二什么 我感谢你爸爸 给了我们一次 单独相处的机会啊 神经病 我是女神经病 你还骂人都这么迷人 我来 我来 喂 是我 什么 他辞职了 师先生 要不您去旁边休息一会儿 喝会儿茶 我马上让财务跟您结算 稍后再去找您 我以为你今天还要说我很抱歉 喂 小鹏 你在哪呢 我想约你好好谈谈行吗 好啊 一小时以后篮球馆啊 你终于肯见我了 对啊 痴人嘴软 男人手短 我白白欠你这么大一份人情 我不能躲起来装孙子吗 你说 有什么条件 小鹏我 我先说一句啊 千万别打算让我跟沈明分手 这我做不到 再说这次这个广告 是你自己主动给忽视的 这跟我没关系 但是 我也想好对策了 我不会让大德蒙受任何损失 我今天不是让你和沈明分手的 而是我想求你 你别让沈明辞职行吗 你求我 这事你严重了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朋友 别人不了解你 我不了解吗 哪个你看着的姑娘能逃得了 所以你凭什么 白白给我那么大一份好处 好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我想提醒你 投资有风险 不是任何投资都能换来你想要的汇报 我承认我无耻 但我没无耻到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这批广告它不是个交易 我只是希望拿它来赎罪 赎罪 你这个哥们 你这个朋友 谢谢你拿我当朋友 我真谢谢你了 但是疯子 我建议你 你能不能别轻易说爱这个字 这字没那么容易说的 真的 你说这字我特别想笑 我承认 我承认有问题的人是我 我承认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我作为你的朋友 非但没帮你 还想趁火打击 尤其是广告这件事 我也一直卑鄙地在拖延着实现 在此之前 我一直以为自己算是一个小人当中的君子 通过这件事 我发现我就是一彻头彻尾的小人 一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哎呦 你别哭啊 该哭的人应该是我呀 真的应该是我在哭啊 你不欠我什么 现在都是我欠你 即便是你爱上了我们家神兵 你也不欠我什么 你别这么说行吗 你这么说让我觉得我更不是人吗 我这些年欠你的 我都一笔一笔攒着呢 都记着呢 我迟早都会还给你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想让我拿我跟神兵的爱情来还给你 小梦你别这么说了 你这么说你让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个人了 你跟老吴是我哥们 是我铁哥们 为了你们我可以挨刀子 我可以挡枪眼 我可以挡炮灰 没问题 可是我真舍不到神兵 我知道我知道 我现在不让你放弃神兵了 你信我 这广告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广告这件事 坚决不能告诉神兵 因为神兵已经知道了你对他那个心思 我怕他误会你 他知道了 知道了 好 我一定 把这件事保密 我还会通知红楼墙让他也避死你 只是小宝 你别让神兵辞职了行吗 他爱你工作 你工作能给他带去快乐 你就别让他辞职了 好 那等于是我又欠了你一份人群 行啊 钱都减少无所谓了 每一笔我都记着 大不了算总账 将来我一并还给你 咱们也算是哥们吗 你说那垃圾 你说那垃圾 笑吧 这是什么意思啊 范教授 你已把这照片发给我时 我就觉得拍的这么好的照片 如果不把它放大 那实在太可惜了 你看摆在这多仰眼呢 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就是业余爱好 顺手拍几张 没想到还真入你眼吧 何止入我眼啊 我这一摆出来 整个办公室同时都说好呢 是不是吴迪 对对对 我们觉得都特别好看 看来这高山流水 玉之鹰啊 这做生意也得讲个缘分 今天这单子啊 我就跟你们签订了 不为别的 咱们就为了这个知音情谊 吴迪 赶快把康川拿过来 给范教授过目 范教授 好吗 好吗 丫头 跟我说实话呗 你是不是特别特别 舍得那份工作 说实话 是挺舍得的 特别是那几个孩子 都特别可爱 丫头 那你就别辞职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咱们不见疯子吗 抛开疯子不提 珍珠 别辞职了 因为 虎龙强又不让我走了 虎龙强不是让你月底结账吗 因为 我前一段那个策划方案 客户看了 思考再三觉得 通过了 然后 然后虎龙强就给了我一份奖金 不是八万了 二十万 真的假的 所以我就在 最后期限 把咱们那个房子 首付给交上了 也就是说 咱们的房子 咱们的家 保住了 就最关键的 虎龙强升任我当销售部经理了 年薪三十万 这 你看你 你看你乐得都不会说话了 你是不是不相信咱们家也能签着掉馅饼啊 丫头 这哪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啊 哎呀 这简直是老天爷看远啊 你的辛苦终于没白费 谢谢老天爷 是 命运好奇怪 咱们回家吧 快点 我给你再加两个菜 咱们庆祝庆祝 快走 回什么家炒什么菜 公司给我安排的庆贺晚宴我都推了 我不参加了 咱们俩今天 单独在外边好好吃一顿 怎么样 好不好 公司活动干嘛推了呀 咱俩什么时候吃不吃啊 今天太特殊了 我必须要跟我爱的人在一起 丫头你知道什么叫 有夫同享有男同当吗 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同性 妻力可断金吗 吃饭去 那吃什么呀 不 我们先买个东西去 你别买了 你知道我不喜欢带这些东西的啊 那我喜欢看你带这些东西 而且是我给你带的 而且是我给你买的怎么了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那结婚的时候再买啊 结婚的时候咱换大的 现在买个小的玩儿 这儿呢 二位要选钻戒吗 我们店刚好倒了一批最新的货品 那你把这批货都给我拿开 不知您二位是要什么价位的 就拿最便宜的 这是我们店最便宜的一款 您看看 这才两千多 你这样 你给我拿一个 这个好看 一万六千八这个 等一下啊 干嘛 你干嘛呀 又不是结婚 你买那么贵的吗 结婚我给你换十万一生 今天这么高兴 你做我能拍一个合不合 你让我潇洒一会儿 行啊 走 这位个 这位小姐 您真幸运 有这么好的男朋友 这款戒指啊 是我们店的最新货品 要我说 这先生还真是有眼光 就他 先生您刷卡还是现金 现金 给你戴上啊 这好看 这好看 我的手 都被我勒疼了吧 你哪个 看什么不习惯 不习惯你戴的不就习惯了吗 你不喜欢我给别人 哎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婆 你说我们男人这辈子心疲苦 为了什么 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女人日子过得好一点 再好一点 到我 我为什么这么遭罪 为什么这么拼 我不是为了让你高兴吗 咱别着急 这只是第一步 是吧 一个戒指算个什么呀 我下一步都想好了 买个房 让你拥有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再下一步 我还想好了咱也买辆车 凭什么疯子老吴他们有车开咱们就没有啊 对不对 以后上下班 你就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老公我亲自开着车接你去 反正以后 肯定让你把日子过好了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 可是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所以只要跟你在一起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就挺质疚的真的 有老婆这句话满足的 就这家好不好 走了 这也太贵了吧 咱们随便吃点什么得了 我给你做吧 回家省点 省点给谁花呀 谁呢 别闹了 别闹了 来一个 石锅蟹粉吃 来一个 什么 当朝一品 葱烧海参 葱烧海参 这个不要 什么不要 完了这个 老母鸡炖海参 这个海参不要 果蔬炖血样 共鸣煮鲍鱼 再给他来一个冰糖烟窩 好吧 不用了 我去炖冰 我去炖冻 还等会儿 新鸣鱼有什么需要 那个 炖冻不对啊 没有酒 新鸣鱼 酒水在最后一页 好 哦 我要红酒 就新鸣鱼 好的 新鸣酒烧到 炖冻 你疯了吧 没疯了 我终于等到有这么一天 我终于可以带着我自己的女人在北京城上午好的酒店吃顿饭了 我疯什么疯了 你点那么多咱俩吃得了吗 再说你点那些东西多多呀什么鲍鱼鱼吃的 现在不是不让你吃鱼吃吗 你说随便吃点得了呗 吃点公鲍鸡鸣什么都吃得好呀 你说公鲍鸡鸣人家哪有公鲍鸡鸣啊 你说出来让人笑我 吃不了咱们了 吃不了咱们大爆 我今天第一次可以 想吃什么不看价钱我就点 多好啊 吃呗 再说这些东西都没吃过 你尝尝你啥呀老婆 这花的不是自己钱呀 怎么不是呀 我自己扔的 我挣钱你吃天经地义的时候 你画什么呢 嗯 谢谢 画什么呀 嗯 现在你慢用 嗯 怎么说慢呀 丫头 咱上两个事下回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别当着别人的面来问 等他们走了你再问不就完了 不 知道我也怎么这么慌啊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才明白 有身份有地位有品位的人喝红酒啊 人家不是哇 倒了就这么一杯干过去了 都是先晃一晃 然后来品酒 一口一口的品 为什么呀 因为只有晃酒的时候 这个酒才能挂杯 特别是好酒 你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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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住了看什么 一挂杯 他们就可以通过挂在杯上的这些酒啊 来审视和评判这个酒的品质 什么品质啊 你想这杯酒的品质呢 我就觉得他 其实我也不大清楚 但是 我只有这么晃来晃去的他才觉得 哦 这俩人是冬酒的 是有钱有地位有品位的人 他才能尊重咱们俩 怎么了 啊 你怎么不高兴了啊 我没不高兴 我 我 我我就是有点 不能适应 哎呀 这东西就跟你戴戒指是一个道理 你戴着戴着就适应了 来来来 跟我一块儿晃 来 好 医生您好 那个 他什么时候醒过来 嗯 应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嗯 时间呢也就不同 或者今晚呢 应该就差不多了 嗯 等他醒来以后呢 你们可能呢 尽量让他吃些流失 但不要太油腻了 嗯 你们小两口 可以轮流照顾他一下 否则的话身体呢 婚礼垮了 哦 好嘞 我送送你 谢谢 我爸的事 你多费圈子 刚才说咱们俩是什么来着 你看看你 大颗眼圈 烟熏装都是什么 你懂什么呀 现在就流行这个 颜色越深越长 嗯 你今晚又不去酒吧了 你能不能对我仁慈一点啊 我天天在酒吧卖唱啊 好不然也得一机会 让我转口气啊 行不行啊 谢谢啊 你说什么 没定见算过期作非 我怕你长良心了 我怕你长良心了 说正经的 我一个人在这儿守不就行了 你回去睡吧 说正经的 你去忙你的 我在这儿守着 我这种纯爷们熬就熬了 你这一大堆花 万一我哭了怎么办 我担不起这责任 哼 你就怕你们公司的人过来探视 把我误以为是太子妃 好心当绿干费是吧 我就想请一个陪护的 老用你这种免费的劳工啊 我觉得太不人道了 哟 我好容易捞着一个可以表现的机会 你要是给我剥夺了 你才不人当呢 好吧 你非死结败烈了 要当我的债主我也没办法 你留下也挺好的 看着点的 老生从来就没病倒过 公司现在一团乱 我明天早晨真的回去看看去 你不但长良心了 还长了责任心 我是怕他醒来以后 再一招机让我病更严重 哈哈 长了良心责任心 还长了孝心 你能不能对我有点爱心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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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确实不一样啊 你不是说 把以前照片都给撕了吗 这是什么 是都撕了呀 可能 这将忘了吧 你别 你把我当什么了 信用卡吗 想刷就刷 想投资就投资 我告诉你啊 我给你的额度 完全取决于 你的忠诚度 你高兴 你高兴 我不会那么没风度 照片要撕的话 你自己撕 手蹶 怎么样长毛 不大德的合作细节 你好了没有 刚一份 应该没什么问题 把人发给他们吧 重要的是 得让他们赶紧把偷期款给打过来 那没事儿我就发 好 进 稍总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盘了 今天我们策略依旧 静观其变 可您不去看看吧 今天针对我们海东公司的买盘不少 我怕 你这个麻烦呢可大可小 我建议你按兵不动 因为麻烦可能会随着时间离去 不然的话 你这个麻烦可能会拖着你一起 沉入大海 对 以不变有万变 您确定吗 因为有大师给我算过 他让我按兵不动 沈总 您什么时候迷信起大师来了 因为这个大师 与众不同 喂你好 夜色酒吧吗 我想问一下 你们那儿有个女歌少叫林夏的 今天晚上有演出吗 还是没有是吗 那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唱吗 你也不知道 好好好 谢谢啊 什么 合约的程序问题 你看这个吧 你看这个是天成的下 好了我知道了 你等着吧 喂疯子 你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什么话着呢 不是小猫 你误会了 我没抓什么话着 只不过你知道我们这公司的 他所有合同啊 都有一些特别乱七八糟 那些什么审查的程序 这广告合同我从来就没接触过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 我打听清楚啊 好吧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疯子我告诉你 只要你对得起我 我一定对得起你 我现在有些安排 我不方便跟你说 你将来自然就知道了 我不可能白白接受你 这么大的一份人情 我们不可能让大德蒙出任何损失 好不好 好吧 那我马上他电话问 好吧 对不起 我身为财务总监 你一切都要按照公司的财务阵斗办事 没有程总的签字 我不能打款给胡适广告 容漫家同志 程总现在病了公司的大小事情 由我来主持 如果真出什么问题的话 我自然会向他交代的行吗 程总做了规定 当他因故不能主持工作的时候 所有重大决策 必须由公司董事会投票表决 否则是做无效 董事会是吧 行董事会就董事会 马上就开 怎么样小毛 何谓发给大德蒙了吗 他们什么时候能把透气款给打过来 我已经刚才直接发给长风了 然后他说先看一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会让财务直接把透气款给咱们打过来 那就好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好 我可是一直拿你当我亲弟弟看 你办事我放心 这件事 你再穿哪个跌务 说她的呢 忽然间黄昏 像雨落下 夕阳飘洒 惊惯了我的忐忑 在眼前你久 像溪流 想的火焰像星辰像一个谜 我是如此的爱着你 几乎已经彻底忘却 这个世界 你 充满了我的 全部思绪 是死落浪 像满灰之不惊 这感觉就像 是完全的眼眸 爱着我身脉的心 给你绝望 彩虹海誓 永恒凝望 孤星生疼的叹息 我是这样的 爱着你 几乎已经彻底 抛弃 那个自己 你 你 充满了我的 辽阔心底 你 小心动了 谁把褲蝶满地 这思念就像 是无情的烟瓣 你 你叫我 什么 的心 你 你 Zither Harp